大家好,我是郭秘敏,又见面了 前面提到,在二战前期,大家基本都还在使用活塞引擎 并且已经开始做一些喷气的尝试 MotoJazz提供了一个好思路 用压缩来提高进气压力 并通过喷出高温气体来产生推力 也望突破飞行的高度和速度瓶颈 但如何完全不用活塞就能够驱动压缩机呢 这里就需要引入涡轮增压的原理了 活塞引擎的涡轮增压是通过排出废气的热能和动能 驱动进气管的压缩机,以提高气缸内的压力 而对于涡轮引擎来说,原理也是如此 只是把整个活塞引擎换成一个简单的燃烧室 这是一个3D打印的涡扇引擎模型带电机驱动 我就拿它来做演示了 它的工作流程是这样的 空气因为压缩机的旋转而被吸入 压缩后,在燃烧室和物化的燃料混合并点燃 高温气体膨胀 经过排气管往外喷 一部分动能被涡轮回收 通过轴传回给压缩机 压缩机在涡轮的驱动下继续旋转 吸入和压缩空气 完成了闭环 在这样的设计里不需要活塞 涡轮引擎就能独立工作 禁止状态下只需要一个启动机 转一下压缩机就能工作 整体结构简单紧凑 输出功率高 又能通过高速的排气来提供推力 虽然涡轮引擎的整体结构分为压缩 加热 波轮三部分 但其实这三部分都分别可以有不同的设计 并可以根据不同的需求做出针对性的优化 首先看看压缩机的部分 顾名思义 压缩机做的事情就是压缩流入的气体 提高气体压强 气体的密度和温度也随之提高 最早出现的是离心式 进入的气体被一个旋转的圆盘产生的离心力 甩到边缘的小小区域 压缩后进入燃烧室 这种压缩机 结构简单重量轻 只需要普通的金属材料 然而为了提高压缩率 圆盘就得做得很大 使得引擎的半件非常大 飞行的阻力也随之增大 第二种压缩机是轴流式 它通过一级一级的叶片串联起来 进行压缩的 每一级叶片有一个转子和一个钉子 两者通过运动挤压空气 压缩气体后进入下一级 做进一步的压缩 这样只要增加急速 就可以提高压缩率了 半径不用做大 每增加一级叶片 都会让压缩率进一步提高 结果就是空气经过越多级 压强和温度就越高 为了能承受这样的温度和压力 压缩液片需要特殊的合金和加工方法 在高空中流入气体的压强是0.75个大气压 温度是10度 一个典型的轴流式压缩机 能把它压缩到35个大气压 450度左右 轴流式因为性能上的优势太明显 很短的时间内就取代了离心式 即便是能生产涡轮引擎的国家里 技术能力最差的苏联 也在50年代的米格时期之后 就不再用离心式压缩机 但因为离心式比较容易小型化轻型化 现在的航母和微型涡轮用的还是离心式 一直到这几年才有小型化的轴流式压缩机 但即便如此也仍比离心式的长了很多 加热的部分 本质上是提高流入气贴温度 提高流入气贴温度 提高流入气贴温度 重要的事情说三遍 记不住不要紧 后面我们还会提到 经过加热后 气体的压强不变 温度提高 当加热后的气体到达涡轮时候的温度 成为涡轮前温度 这个温度越高 气体就能有更多的动能可供利用 现代的涡轮引擎 往往能把这个温度提到1600度以上 但同时涡轮材料需要耐受的温度也越高 所以涡轮前温度是有个极限的 涡轮的液片结构和压缩机的一样 只是功能上反过来 在热空气的驱动下产生旋转 涡轮和压缩机有一个轴连在一起 转起来一起转 但这个轴可以有多层 以同轴不同速的方式 分别连接高压和低压的温轮和压缩液片 有的引擎甚至分为高中低三个压力区间 用三层的轴套起来 经过温轮之后 气体的压强降到环境压强 0.75个大气压左右 温度降到350度左右 加上外壳 温轮引擎就全了 这个外壳通过几何形状 来引导气流和调整压强 温轮之后的外壳称为喷嘴 压音速的话只需要收缩 超音速的话是个先收缩后扩张的结构 之后的视频还会单独详细说这部分 虽然是同样的结构 但根据每一部分的大小和多少的不同 还发展出了多种配置 最早出现的温轮引擎里 温轮只有一两极 回收的动能仅仅用于驱动压缩机 剩下的气体都用于高速喷出产生推力 这样的配置称为温轮喷气引擎 简称窝喷 这里所有吸入的气体都进入燃烧室 前面说过喷气引擎是通过提高VE来增加推力的 窝喷可以工作于0-3马克的速度下 为了在不增加油耗的情况下进一步提高推力 可以把压缩机的第一极叶片放大成一个风扇 并在外面再加一层盒 这样的配置称为涡轮风扇引擎 简称涡扇 吸入的气体缤分两路 第一路和窝喷一样进入中间的核心机加热 称为内含道 第二路被风扇直接往后吹 称为外含道 外含道的空气增加了M-DOT 所以这部分越多 引擎的推力就越大 但是风扇越大 就需要温轮能从排气中回收更多的动能 相当于用压音速的效率来换取高速的性能 外含道和内含道空气流量之比 称为含道比或旁通比 现在不管是民航机还是军机 大部分时候是在压音速区间飞行 出于油耗的考虑 基本都是用涡扇而不是涡喷 如果只需要压音速 引擎的旁通比可以非常高 往往超过10 如果还有跨音速和超音速的需求 旁通比只是略高于0 高旁通比的涡扇可以工作于0到1马赫的速度下 低旁通比的还能更快一些 那么如果对速度没有那么高的要求 如何进一步提高效率呢 如果让涡轮去驱动一个巨大的螺旋桨 在速度不高的情况下 可以进一步增到M-DOT 这样的配置称为涡轮螺旋桨引擎 简称涡桨 旁通比是无穷大 排气提供的动力不到10% 涡轮的极数可以继续增加 尽量回收更多的动能用于驱动螺旋桨 涡轮引擎的转速极高 这里会需要一个减速齿轮才能接上螺旋桨 保证夜间也不要超音速 虽然也是螺旋桨 但不是活塞引擎 涡桨能工作于0到0.6马赫的速度下 另一种类似于我讲的配置 叫做涡轮轴引擎 简称涡轴 这个配置不需要在前面放一个螺旋桨 而是多一个和压缩机没有连接的自由涡轮 通过另一个轴 把旋转引出来供其他机构使用 常见的是直升飞机 发电厂 坦克这样的地方 涡轴完全不靠排气提供动力 用涡轮尽量回收动能用于输出 最后介绍的一个奇葩的配置 叫做螺旋桨风扇引擎 简称桨扇 这种配置可以认为是介于涡桨和涡扇之间 它就是一个去掉了外含道壳的涡扇 并且让每一极叶片不再是一个转子一个钉子 而是只有一个转子 而每一极叶片的旋转方向相反 通过相互交错来压缩器 奖扇的彭通比也是无穷大 这样的引擎希望把涡桨的效率 拓展到涡扇的速度范围 但噪声、安全性和复杂度 使得这件事情没那么合算 目前这个乌克兰的一款军用运输机 安七零把它实用化了 跟活塞引擎相比 除了效率高、功率大、公众比高 这几个压倒性的优势之外 不论引擎还有其他几个显著的优点 有压缩机 在更高的海拔上也可以保证足够的氧气 参与燃烧 活塞引擎就得额外加装增压器才行 结构简单运动不见少 提高了可靠性 甚至基本不需要冷却液和防冻液 低温下启动也更容易 本身产生的就是旋转的运动 不需要把往复运动转成旋转 减少消耗 整个工作状态是连续的 每个时刻做的事情完全一样 从头到底就一周而已 需要注意的是 结构简单和工作状态单一 绝对不意味着容易制造 航空涡轮引擎的每一部分 都需要一直处于极端的环境下工作 需要顶尖水平的工艺能力才能够完成 眼睛材料设计 精加工控制技术 等等这些技能点 都必须加满才能碰航空涡轮引擎 同时涡轮引擎也有一些 让它没有办法进一步推广的缺点 功率不容易降低 涡轮引擎的功率几乎是恒定的 哪怕是在怠速下 它没法像活塞引擎一样 通过收油门把功率降到很低 结果就是 如果需求只是小功率 那么涡轮引擎的重量和体积 都会高于活塞引擎 不但功率如此 油耗也不容易降低 氮氧化物污染 波轮引擎的工作温度 比活塞引擎高得多 会让空气中的氮气和氧气气反应 产生有害的氮氧化物 维修困难 波轮引擎的材料和结构 都需要特别的维护 一旦坏了 基本只能返厂 活塞引擎则很容易找到 有能力现场维护的人 油门响应慢 波轮引擎 更适合恒定速度下的旋转 增大油门或者收小油门 引擎的转速 只能缓慢变化 不能快速响应 带波轮增压的车 就已经能感受到 明显的波轮池滞 更不用说波轮引擎 介于这些优缺点 现代的飞机 如果功率小于300马力 或者设计速度低于300公里每小时 会优先选择活塞引擎 否则选择涡轮引擎 那么说小功率的区间 涡轮引擎就完全放弃了吗 也不是 现在还有微型涡轮引擎这样的设计 致力于解决小功率涡轮引擎的问题 目标是25到500千万 也就是33到670马力 这个范围的高效微型涡轮 试图取代小功率下的活塞引擎 用于小型飞机 无人机 喷漆装甲等 本期的内容就到这里 总的来说 波轮引擎的极重配置 可以高效地涵盖 0到300克的速度范围 如果想进一步提高飞行的高度和速度 又该怎么办呢 下期将探讨这个问题 欢迎继续收看 再见 再见